大家好,我是Pink 今天呢,我們來到蘭頭山區 我們今天來蘭頭幹什麼啦 我們要來觀察一種翹形蟲 黃腳深山 聽說就是頭上兩根黃黃的腳 我們今天帶著全身的裝備 這麼專業 我們現在就出發囉 前面有個松友耶 看起來很熟 我現在去給他 哈囉 你不是小蘭嗎 哈囉 我是小蘭啊 怎樣了啊 糟糕遇到大魔王 啊你拿那一隻捕蝦王 你是來幹嘛啊 你今天來交友 這個 找蟲啊 嗯 騙我沒抓過蟲 Pink 你帶這個工具 好像有點太誇張了 我平常就是帶這個啊 真的嗎 嗯 我看看 大王抓大蟲啊 喔這樣子喔 是嗎 看一下這個蟲溝 基本上今天是用不到 因為 怎麼可能 它主要是搖樹 今天的蟲啊 不會上樹 不用咬樹 對 所以 有沒有 有 那這個網子呢 看起來很漂亮很專業 可是 今天這個掌域也不適合 因為 我又帶錯了 對 我們會在森林裡面穿梭 這麼大的基本上不方便 而且機動性不高 你可能會 不好 誒 是真的嗎 真的嗎 對 那我什麼都沒有啊 我等一下要用什麼 等一下 我借你這個小魚網 這個就夠了 這個 對 這個 對 啊不就好棒棒 誒好像 那邊好像有了 那邊好像有了 太好了 哦 江角 我們今天的目標蟲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黃角 深山 沒錯 它是六隻腳 是黃的 是它的特徵 原來是 原來是那個腳 不是那個腳 對 整隻啦 你如果說 太深還是其他人 它只有某部分 它幾乎整隻腳都是黃的 小小隻的 非常可愛 它 主要分布在 南投 這邊山區 大概海拔兩千公尺左右 對 然後 其實北部地區 新竹一帶也是有 對 個體上會有一些 差異 對 這是今天我們的 工蟲 這隻工蟲畢形 還算不錯 它最大大概就是 這樣子的尺寸 所以現在我們 四月中下旬 來這裡算是 快要結束 嗯 算是它當季 它 比較特別就是 它算是最早 出沒的一種 深山蕭心蟲 大概三月底就開始出現了 然後到四月底 短短的一個月的時間左右 是它的主要發生期 習性很特別喔 它就是純日行性 對 它晚上就不活動 所以你晚上撿燈 是找不到它的 台灣有十種 深山翹形種裡面 有像黃角跟大豚技深山 這兩種小型的 算是完全的日行性 還有近期發表的新種 成年深山 黃角母蟲我們也是一樣的方式 就可以觀察到嗎 嗯 這個問題很好 一般我們像這樣搜尋 飛行中的個體 通常就是只能 觀察到工蟲居多 它母蟲 不太會飛出森林 對 要靠飛行的方法來找到母蟲 是比較難的 想要看看母蟲長什麼樣子嗎 改天我帶你去找 好 改天一起來 好